大家好,我是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叶子 欢迎和我一起学习自由职业摄影师课程 咱们接着讲故事 这节课里我们要发明的是双反相机 双反双反它的全称其实是双镜头的反光镜照相机 为什么我们会发明这种相机呢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大画幅机被取景的胶片相机有什么样的缺点 它的缺点是图像导致上下颠倒 胶片插进去很不方便 拍摄的过程中取景会被中断 非常笨重 而且操作非常麻烦非常缓慢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更快的相机 取景时不被中断的相机 图像不导致 胶片不用来回插入拍一张插一张拍一张插一张 这太麻烦了 我们需要这么一种相机 尤其是这个图像导致的问题 其实咱们在之前的绘画暗箱的发明过程中遇到这个问题了 对吗 我们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有两种绘画暗箱 左上角这一种叫机被取景式的绘画暗箱 那么它是图像导致的 上下导致 而右下角的这一种绘画的暗箱的图像不再颠倒 我们从上方直接看到整个图像 于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会想到把这两种结构能不能结合一下 我们已经把左上角那种结构发展成相机了 但是右下角那种结构呢 还只是一个暗箱而已 一个从上往下来取景的暗箱 所以我们把上边做成相机 还是那样 把它封闭起来 但是这一次咱们把它两者粘在一块 把相机粘在下面 把可以用来取景的绘画暗箱粘在上面 只要它两个大小一模一样 而且镜头的结构也一模一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从顶部的毛玻璃里面看到图形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背后的这个胶片的位置拍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 它不会有什么不同 那这简直是太方便了 为了控制曝光 一样的我们在下边负责拍照的这一个相机里面 加装了镜尖的快门和光圈 然后呢我们把胶片塞在里面 说实话呢 这真的是一个又笨又聪明的办法 笨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相机结构呢 要付出双倍的成本代价 镜头要两只 机身要两个 但说它聪明呢 是因为这样的话 上下各司其职 双方互不打扰 结构又简单又稳定 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我们在取景时候的影像不再导致了 由于这种相机的结构呢 有两只镜头 而且呢有一块反光镜 所以我们取名叫双镜头的 有反光镜的照相机 它叫双反相机 缩写呢 就是双反相机 所以呢它的名字 其实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解决得了呢 就是那个感光元件的问题 是吧 我们如果还是一张张往里插 每拍一张照片就拿出来一次 这简直就是噩梦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做得更方便一点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就在这一上下两个空间里面 各加一个可以转动的轴 然后呢再加两个小小的轴 这两个小轴的作用 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了啊 接下来呢 咱们打通这两个机身的空间 上面的取景气空间 和下面的拍摄空间呢 咱们把它钻一孔 让它们连起来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咱们之前的那个感光材料呢 是涂在一个硬板上的 不管它是木板呢 还是什么抛光的金属板等等的 但是现在我们想把它涂抹在一种软的东西上 那种软的东西 你可以大概认为它就是个塑料片 是吧 咱们把它涂在这个塑料片上 它就可以卷成一个卷 然后呢 藏在我们的机身的底部 咱们把它其中的一头呢 给拉到上边的这个取景气里头 连在另一个轴上 这东西你们管它叫什么 它就叫胶卷 刚才那个呢 你可以叫胶片 但现在这个是卷状的了 所以叫胶卷 我们每次打开快门呢 就能对胶卷其中的 一个部分一小截进行曝光 曝光完成以后呢 咱们可以把这个胶卷往上卷动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对这个胶卷上的另一个部分进行曝光 于是我们只需要安装一次胶卷 就能拍摄多张照片了 卷动上面的轴 把下面的胶卷呢 卷上去 最后直到下面全部都用光 你再也卷不动了为止 最后呢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胶卷拿出来 去进行冲洗就可以了 拿出来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被曝光 那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除了有这个胶卷本身以外 咱们还在后边垫了一层黑色的纸 正是那层黑色的纸挡住了光线 使得你取出胶卷的时候呢 阳光不会射到有感光材料的地方 那这种相机的结构呢 确实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点贵 你得需要买两只镜头 两个机身的成本 但是它确实又带来了一些好处 比如说 它终于不是上下导致的去取景了 从顶上的取景器里 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是符合逻辑的 而且呢 这种相机结构非常简单 因此呢 它也非常的可靠 哦对了 它的机背啊 就是这么样去打开的 胶片就是这么着去取出来的 那两个小小的 我现在画成空心的两个小轴 是干什么用的呢 很简单 它就是用来绷直 咱们的胶卷的中间那一部分的 因为咱们的胶卷 是卷在一起来存放的 所以呢 你如果不去绷直它的话 它就是一个曲面 拍摄照片就不够清晰了 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种相机 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就是机顶取景的 双镜头反光镜照相机 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一看 你又看到那个 上面的黑色的东西 就是咱们的档片啊 你也可以叫它遮光照 它是用来遮掉周围的阳光 让你看清 毛玻璃的影像的 我们从上方往下看 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这个 上面的镜头里所 投影出的这个影像 你看到它上下是不颠倒的 如果咱们打开机背呢 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里面的样子 那么最后我们从正面看一看 这个双反相机啊 这其实就是它的镜头 当然了 这种老古董呢 现在可能已经很难买到了 如果买到了话 它也是收藏品了 现在我们能买到的是什么呢 是露来的双反相机 那么这里我不得不花点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 Roleflex露来是双反相机中 最著名的一种 最精致的一种 堪比艺术品 它拍出来的照片呢 也是最清晰的 画质最好的 那么它呢也是德国相机 现在我给你们看到了这个 录来相机的名字有点长 我们一个来分析一下 前面是品牌名 Roleflex露来 然后呢 是取景器的工作方法 机顶取景 后边这个120啊 代表了它的胶卷的规格 什么规格呢 就是这个胶卷的宽度 为6厘米 这种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呢 是正方形的 它的底片长宽 就是6厘米 乘以6厘米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这个 手机摄影里面啊 经常会给大家提供一种 1比1的正方形的 画幅尺寸的原因 因为过去的老相机 拍出来就这个效果 就是正方形的 好吧 最后它的机身结构呢 是双镜头的 反光镜照相机 所以这就是 路来机顶取景式的 120双镜头 反光镜照相机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120胶卷 到底长什么样子 实际上呢 它就是一个塑料棍 这个塑料的轴 上面卷着一些这个胶卷 反光材料呢 本身是涂抹在一种 类似于塑料的材质上的 但是呢 为了防止这个胶卷 被拿出来的时候 被曝光 我们用一种黑色的纸张 垫在它的后面 和这个胶卷呢 一起被卷在了这根轴上 这样的话呢 就黑色的纸片 帮助我们的这个胶卷 把光给挡住了 最后呢 我们可以从侧面 来看一下这个胶卷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结构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 最后呢 咱们这个双反向机 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它优点很多啊 第一个结构还是很简单 因此呢 依然很可靠 第二呢 它其实比这个大化 飞向机要轻便很多 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咱们这个感光材料 已经大幅的进步了 我们已经可以用一个 6厘米宽的胶片 就能拍清楚画面了 所以呢 整个相机的大小 变得很小 你甚至不用把它上的 三小架上来拍照 你可以直接就把它 这个端在手里面 就能拍了 我在马格南学习 即使摄影师和摄影导师 Olivia 他用的就是双反的胶片相机 用的也就是撸来拍的 那么他还有第三个优点 就是他在拍照的过程中啊 取景不会被迫中断 他上面的结构负责取景 下面的结构负责拍照 各司其实根本就不会 互相干预 所以他的取景 是不会被中断的 大化飞向就不行 是吧 胶片一插进去 取景就没有了 就变成黑屏了 第四个 他的画质呢 比较适中 不算最好的大化幅那样的 但是呢 他也比更小画幅那些相机 要帮得多 所以他画质比较适中 缺点有吗 也是很明显的 虽然他没有上下颠倒图像 但是别忘了 我们的取景的时候 里边有一面镜子 大家都照顾镜子吗 你在照镜子的时候 你举左手 镜子里的人是举右手的 左右是颠倒的 我们的这个双反相机的 取景气结构里面 有一面镜子 所以虽然上下不颠倒 但他左右被颠倒了 这也是个很困扰的事情啊 比如说咱们端这个相机 对前方取景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画面里的 那个人物呢 太偏左了 你想把它往中间放一点 按理说呢 咱们直观的就认为 应该把这个相机 再朝左转一点 这个人物就会跑中间来 但其实不然 你应该再往右转一点 因为这个图像 取景图像 左右是颠倒的 这个很麻烦 那第二个呢 他取景不够直观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咱们是冲前拍照 却是低头取景 你想想 这是不是不够直观 当然了 这也被有些人认为是优点 因为我们把相机 举起来的时候 冲了前方取景 冲了前方拍照的时候 好像有点太直白了 有点攻击性 好像举着枪 瞄准对方似的 所以对方呢 不一定愿意被你拍照 相反的 你低着头 好像干自己的事似的 但是你确实拍 前方的这个人物 那这样的话呢 好像更隐蔽一些 所以这条其实呢 既是缺点 又是优点 第三个缺点 是它的操作 还是比较缓慢 没有什么自动化的功能 所以这就是 咱们的双反响机 想要改进这些缺点 我们就不得不再次 改进相机的结构 那么下一步 我们又要发明 什么样的相机了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